5G网络可以让数据的传输达到前所未有的快速 但是到底会不会影响到飞机的讯号 甚至进一步影响飞安呢 这在美国引起了正反两面的争论不休 航空界是普遍认为 5G的信号可能会上飞机上的雷达高度计受到干扰 在降落时没有办法正确的侦测距离地面的高度 而有鉴于美国的ATT跟Verizon两大电信商的5G服务 明年1月5号就要上路了 波音和空中巴士的执行长也赶快致函给拜登政府 呼吁要来推迟5G的网络部件计划 以免引发航班混乱 雷达出现错误回报 无法侦测飞机与地面间的距离 这可能是下个月开始 美国境内航班降落时会遇到的问题 受到即将上路的5G电讯服务 干扰飞机装置造成错误判读 5G网络是电信传输趋势 让数据流通达到前所未有的快速 但美国AT&T和Verizon两大电信商的5G服务 明年1月5号即将上路 在全美46个地区部件网路 飞安问题引发正反两派争论不休 原因是机上的雷达高度计 以发射电波到达下方地形 反射回来所需要的时间来测量飞机距离地面高度 尤其是天候不良视线照差的状况下 降落时的飞安必备装置 有被5G讯号干扰的可能 美国联邦航空总署FAA近期也指出 雷达高度计如果遭到干扰恐有失准疑律 而受到影响的飞行装置范围 还无法确切掌握 美国AT&T和Verizon两家电信公司的5G频段 为3.7到3.98千兆赫兹 虽然没有和飞机搭载的雷达高度计 4.2到4.4千兆赫兹的频段交叠 但FAA认为某些机型可能在侦测中受到干扰 我认为如果你们问我们 我们最第一个关系的关系 是5G的航空机 5G上路对美国飞航造成多大冲击呢 根据美国航空协会统计 5G网路一年将影响34.5万架次民用航班 伤害3200万名乘客的权益 此外美国的医疗直升机 每年的灾祸救援人数约4到5万人 未来在5G网路的城市可能遭到警非 而美国大休士顿 牛阿良地区的原油探勘钻井平台 需要直升机载送人力物力 不排除因为讯号干扰飞安而受到限制 但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发出声明 表示5G网路已经在全球超过40个国家推行 至今没有传出任何飞安问题 此外美国两大电信公司也承诺 将调降各大机场附近的5G讯号 但代表无线通讯组织的游说公司 美国无线电信企业CTIA认为 航空界是在无端散播恐惧 和遭扭曲的事实 并强调美国推迟一年才部署5G网路 经济增长将减少500亿美元 至于有舆论认为 可在雷达高度际上加装带通绿波器 就能解决 美国航空无线技术委员会回应 改造全美的飞机是旷日费时的大工程 恐怕需要数年时间 距离5G网路在美国上路 只剩下两周时间 航空舰希望拜登政府 能先禁止机场附近使用5G讯号 或是继续协商 直到找出解决办法 将飞航安全风险降到最低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